騎士右轉看見整排汽車等紅燈 誇張的畫面來了 還在最後面的公車竟然大逆向 切入對象車道 公車逆向秀的一聲開過去 騎士擦身而過 嚇壞了 要是對象也有來車 鐵釘撞上 畫面放慢仔細看 違規的是52路公車 23號下午 他在高雄的三多跟凱旋路口要左轉 客運業者判斷 當時是下午4點多 進入下班的尖峰時間 駕駛可能是趴5點才會逆向插隊 大高是要靠薪水靠2,000錢 如果車超多來萬分 公司也不敢出門 公車為了強快拼准石道站 竟然冒險進入對象車道 根本是拿乘客的生命當玩笑 儘管公司希望駕駛們準時到站 但乘客跟其他傭人的安全才是首要 搶這幾秒的紅燈 要是發生意外後悔都來不及 記得採訪金黃沛如 高雄報導